肾好不好,看看手掌就知道,手上有这四个征兆,恭喜你,说明你的肾脏很健康肾是脊椎动物的一种器官,属于泌尿系统的一部分,负责过滤血液中的杂质,维持体力和电解质的平衡,最后产生尿液经尿道排出体外,同时也具备内分泌的功能以调节血压。 在人体中,正常成人具备两枚肾脏,位于腰部两侧后方。肾脏中特有的酶是甘油肌酶,磷酸吸醇丙酮酸缩肌酶,这三种酶是十分重要的酶。 说到肾,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,第一想到的就是男人。 其实,不论男女,肾都是很重要的,对身体的作用都是一样的。 我们身体的器官好不好,一般是不会表现出来的,但是会在我们的身体上做出一点小暗示。 其实,肾好不好看手掌?手上没有这三种表现,你的肾很健康。 肾是我们身体主要的解毒排毒器官之一,所以,肾好不好,可以通过手上的一些变化,就能看得出来。 很多人会说,人体的指纹不是伴随一生不变的吗? 确实,人体的指纹是不变的,但是对于手掌里面的细小纹路,如果在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,就会表现在掌纹之上。 如果在人的小指和感情线之间的区域出现了细小的纹路,那么就表示肾虚,是肾气不足的重要表现。 小手指头与爱情线中间的部分为肾反射区,这里如果纵切纹较多,说明是肾炎的预警信号,如果身体其他部位,如眼睛,脚部等还有浮肿现象,则说明肾脏受损,肾功能减弱。 指甲的颜色变黄,其实大部分的正常人指甲的颜色是淡红色,而且很光泽,那一旦出现了肾不好的情况,对于那些肾虚了的人指甲的颜色会偏黄色,还有就是这个从中医学的角度理解是由于湿热熏症症所致,也就是外感湿热邪气,并且往内会伤皮肾肝脏。 手掌其实也可以反映肾虚问题的存在,如果机体的手掌表层表现为高低不平,则可能提示肾阳虚情况的存在。 有些人小尾指外侧还存在有青筋凸显的情况,这一症状则提示患者存在有先天肾气不足的症状。 值得注意的是,如果患者的手指甲表现为苍白无血色,甚至还发黑发子,此时往往说明其体内有气血不畅的情况,应当要警惕肾气虚浮情况的存在。 有些人手上容易出现小水泡,而且比较痒,这其实是肾脏没来的击把体内毒素排出体外,导致毒素在体内堆积,因而会诱发手上尤其是手掌出现小水泡,让人臊痒难耐。 在中医的理论中,肾是人之根本,如果肾脏出现了问题,那么人的体质一定会下降。 而在现代社会中,由于各种压力的不断加大以及生活,饮食的不健康,不规律,不论男女都会出现肾虚,肾亏这样的问题。 那么吃什么能够补肾呢? 枸杞子就是吃一味补肾的好食补,不仅男性,也是女性肾虚最实用的好食材。 枸杞子除有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经名目,壮筋骨质功效,对于补肾养肝的功用更是非常之不错,长期服用还可以起到延年益寿之功效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